对福建队来说呢 除了缺少王者林以外 拉兹士米斯的伤病也绝对是对他们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会议 这次孙周八球保护好 法龙推反击 这是干扰球了 但是这次快攻还是赵太龙更快一步 赵太龙再来后球 再测一 这人间扔了 确实最近是状态好 转换还是赵太龙的机会 漂亮 手感确实是好 这人间自己收篮板 推荐 五 行之墙这盖帽还是很及时的 要不然很有可能打成二加一了 来看看这名小将的表现 三分犯规 能见这个赛季场均14.6分 出场时间也是来到了每场要打34分钟 再来一三分 这球太关键了 附近队已经很久没有进三分了 出场侧给 瞬间瞄一下 漂亮 摘出来 甩另一侧 瞬间顶一下 急停中绩篱 好球 围绕哈里斯坐轴 第一手 一手成篮大剑 出去 防守 防守 而找外线 连续的突分 三分线外的出手以外 增加很多的突破分球 这球确实犯规了 强打 自投自抢 神仙间真不错 防灰龙去转换 漂亮 转身之后直接冲向篮下 什么叫出生牛肚不怕虎 福建队需要抢攻了 防灰龙进行中绩篱 回到九分球差距 看福建队能不能有所突破 这阵间 发现前一步 调高出尔弧线 追到七分了 之前自己这个犯规 所造成的 比分上的变化 但是这边赵太龙也够横 迅速还一个 防下来 追反击 非常关键的一次 进攻 球先没有丢给外线 再来火 水花兄弟追到差三分 福建这是要尿手回春 起死回生吗 下载跟孙哲两个人打挡拆 手的一手 陈林坚 换防 防得很严 急停跳投 陈林坚 大心脏 看三分机会出在谁这 还是刚才战术 阿里斯 运一下 超远三分 没有了 两分打进 但是时间已经不够了 哎呀 太可惜了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113比1 没事 我们下车